Hello大家好,这里是穷顶 大家好,欢迎来到穷顶,我是穷哥 一个专注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影解说 今天我们要说一部非常有趣的冒险电影 叫爱丽丝 这个名字很多人都很熟悉 但今天的这部是一个短剧,依旧是两剧 所以我们今天先来说说上级 可不是我故意分开说哦 我们的女主爱丽丝是一名空手道的教练 平时除了教授这些学员 还会和这两男朋友杰克培养感情 毕竟男朋友也是她的学员 女主爱丽丝也是一个善良的姑娘 看到路边有乞丐还会特地将买的东西分给他们吃 这些年她最经常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查找父亲的下落 总确的说她的父亲在爱丽丝10岁的时候就不辞而别 网路失踪一般 妈妈其实早就放弃了寻找 只希望这的女儿能够过得好 某日男友杰克来到了家里和他们共进晚餐 随后杰克邀请爱丽丝去见见这家人 只不过爱丽丝还没有做好准备 担心杰克的父母不喜欢自己 杰克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 直接将自己家传了好几代的订婚戒指 放到了爱丽丝的面前 看到这个戒指 再啥的人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是因为父亲的原因 还是因为这个感情不够坚定 最终他拒绝了 当杰克离开后 爱丽丝和妈妈说起了这件事情 只是让他没有想到 杰克离开前竟然将戒指放在了他的口袋内 所以爱丽丝追出门外 本想归还戒指的他 却看到了杰克被火不免人士给抓了起来 眼前突然出现了白发大叔说自己是杰克的朋友 但杰克拿了一件不属于他的东西 所以他们来带他走 至于他们想要找的东西就是那个戒指 当发现戒指在女主身上的时候 这名大叔眼睛都冒光了 不仅抢走了戒指的盒子 还推倒了女主 眼看着东西被抢走了 女主也追了上来 最后不慎从那个镜子穿越到另外一个空间内 这个世界比外面的世界看起来更加的破败 到处都充满了诡异的氛围 现在不是紧张的时候 看着杰克被他们带到一个门内 女主准备追上去 没想到被天空中的巨大飞行物用灯罩了一下 手上就出现了个绿色的文章 他也不明白这代表了什么 随后他进入到那个房间内 现在手上的文身是插不掉了 只能先找找杰克在哪里 也在这个房间内 他发现了一瓶奇怪的红色药水 上面写着好奇心害死猫 更是在房间内的小隔板 看到了里面无数的人沉睡着 连最初那名乞丐也在这里 还没有反应过来的女主 也被这个房间给困住了 只能说在角落 至于那名白发大叔竟然叫他小母丽人 还说你不应该跟着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女主那是一脸懵逼 但作为女主显然不会那么容易放弃 女主用头上的发夹 打开了这个小盒子 看到了让他震惊的一幕 自己现在竟然在天上 还被关在了盒子里面 为了逃脱 女主跳到了旋里面 算是躲过了一截 也在这座城市内 他遇到了一个奇怪的男子 女主希望他能够帮自己 一开始对方并不愿意 但当他说出自己叫爱丽丝的时候 对方的态度瞬间变化 表示愿意带女主去寻求帮助 找到他失踪的男友 女主跟着他来到了一家类似商店的地方 当然这不是女主关心的 只不过这里有颜色的品质 让他很好奇 最后他跟着这个陌生的男子 来到了礼貌先生的家 也在这里 女主知道了自己来到了所谓的起见 这里其实就是早期童话故事里面的世界 至于为什么女主手臂上的文生 会被叫做牡蜜人 因为那艘天上的飞船 会定期搜索这个世界 如果找到外界来的人 被飞船的关心召到 身上就会出现文生 表示他们是牡蜜人 寓意是和贝壳内的珍珠样珍贵的存在 当礼貌先生得知女主叫爱丽丝的时候 倒是认了一下 因为他想起了150年前另外一个爱丽丝 他来到这个世界后 把这里给整了一通乱 但显然女主和这个爱丽丝不会是同一个人 毕竟人类不可能活那么久 最夸张的是那名大叔 带着女主来到这里寻求帮助 似乎是和礼貌先生达成了交易 也不知道女主是不是被卖了 礼貌先生给了大叔一瓶 从50个牡蜜人上炸出来的喧嚣情感液体 女主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 他向礼貌先生寻求帮助 并解释见了男友叫杰克 被一个衣领上有白兔子的人给抓了起来 听完女主的叙述 礼貌先生解释 所谓的白兔子 其实是由监视剑控制的组织 他们可以通过魔镜之门来回穿梭 将那边的人给抓回来 至于这些抓回来的人 被放在了所谓的赌场中使用 女主不是很理解 为什么礼貌先生会帮自己 或许是因为自己太漂亮吧 当然开个玩笑 随后女主跟着礼貌先生去寻求帮助 至于此时回来的白发大叔 准备将躲回来的戒指交给女王 而那些所谓赌场中的人 其实一直被困住着 从他们的身上汲取相应的情绪 比如开心 惊喜 享受等等 这些情绪被提取到地下的实验室内 这里各式的液体 就是牟利人身上提取的东西 当然偶尔也会有人梳醒过来 发现自己怎么会在这里 可这些人无一例外 只能记起一些事情 有些怜悉的名字都忘去了 随后女主跟着礼貌先生 来到了反抗军的营地 这里有很多难民 他们都躲在了曾经的图书馆里面 后果不堪设想 可惜反抗军的首领祥 不怎么愿意帮助女主他们 更是在看见女主手上的剂子后 整个人眼睛冒光 因为这个剂子就是打开魔镜之门的钥匙 反抗军的首领祥用这个拯救他们的事件 看着要动手的反抗军 礼貌先生让女主先离开 看着礼貌先生被暴打 女主终于想起了自己是练过空手道的人 一脚将坏人给踢飞了 最后和礼貌先生逃走 与此同时在城堡内 那名白发大叔带回的记者里面竟然是空的 女王非常的生气 直接命能干掉他 准备让他最得力的手下三月狂徒去找女主 不过三月狂徒似乎出了点问题 脑袋还没有弄好 这边的博士顶着巨大的压力 只能将一个兔子的头撞到了三月狂徒的身上 虽然现在的他样子很滑稽 但并不代表以前的能力就丧失了 女王非常的开心 让三月狂徒去找女主 一开始三月狂徒还傲娇了一下 但最终还是答应了 此时的女主和李茂先生类似各种逃 因为他们知道有人在追捕他们 现在李茂先生算是和女主是一路了 他的家也回不去了 不仅花色兵在追捕他们 反抗军的人也是 看着天上的飞船 两个人只能在附近的森林先停下 因为李茂先生想到了一个办法 就是设立陷阱 这样就能干掉追捕他们的人 追这个陷阱其实就是找到森林中的怪龙 我怀疑这头怪龙是雄性 就追着女主不放 如果不是两个人掉到了真正的陷阱里面 估计真的会被这只巨大的龙给吃了 也在这里他们遇到了一个 风风电电的老骑士 现在森林中只有他一个骑士了 但他看到女主手上的戒指 似乎看到了希望 最后带着两个人前往他的秘密王国 至于这个秘密王国 其实就是早期的王国 自从红女王发动了战争后 这个王国就不复存在了 其实很多次李茂先生都劝说 爱丽丝不要去赌场找杰克 因为几乎没有人能从里面被救出来 而且李茂先生 显然只想要带女主离开这里 原本他是准备一起离开的 可是看到原本的王国变成这个样子 他决定留下来帮助大家 但女主的想法显然不会变的 他准备自己前往赌场 去找出见的男友 却在森林里面做了一个鬼的梦 梦到一只猫和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不就是自己以前的家吗 这一段是什么寓意 我不是很懂 但女主离开的时候 李茂先生和骑士大叔才发现 因为有人传进来 但女主被抓后 见到了红女王 当然他为了找回杰克 肯定不会带着戒指 他准备用戒指 交换他和杰克的自由 不过杰克的身份 让女主有点雷伦 竟然是红女王的儿子 而且还和别人订婚了 看着冷淡的杰克 爱丽丝有点伤心 但他却告诉女主一个消息 那就是他的父亲也在这里 得知这个消息后 女主很开心 不过现在他需要面对两个人的拷问 用各种方式拷问他 就是要逼他说出戒指放在哪里 面对如此的困境 以及失踪的父亲可能在这里 女主又该怎么选择呢 明天我们将继续下集 记得到时候观看 好了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